基本上所有国家中都会有一款深受本国人民喜爱的汽车 有的是本国原产,但有的却是进口车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在一些汽车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最受欢迎的汽车是哪款 首先来说说美国,和我国不同 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他们买车买的不是面子而是实用 因此皮卡在美国特别受欢迎 从美国近几年的销售记录来看 福特F系列的皮卡是美国人民最喜爱的车型 连续几年,荣等美国汽车销量排行榜第一名 第二,德国,德国汽车最出名的品牌就是大众 而在大众,众多车型中高尔夫算是最畅销的车型 算是德国消费者眼中的神车 虽然大众在我国的毛病不少 但我国的大众毕竟是合资 要全是德国原产,估计大众的黑历史就不会这么多了 第三,英国,虽说英国的汽车工业也算不错 但英国人更喜欢的是美国的福特汽车 特别是福特旗下的福特加年华 对于福特这款紧凑车型 英国人有着难以言喻的热爱 第四,日本 日系汽车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出名的 而且日本的消费者对本国的汽车非常支持 从今年上半年的日本销量版来看 丰田普瑞斯是日本卖的最火的汽车 第五,韩国 韩国卖的最火的汽车不是轿车 也不是SUV,而是一款轻卡 现代Porter是现代旗下的一款轻卡 这款轻卡在韩国的地位就如同五菱红光在我国的地位 第六,中国 虽然我国的五菱红光非常受欢迎 但国外的人提到我国汽车 首先想到的还是红旗 毕竟作为我国的礼宾车 红旗的出镜率非常高 在路上要是看到一辆红旗 不用猜就知道 车上坐的人非富即贵 好